港式的茶餐厅烤猪扒饭 大家知道是那三样东西 猪扒、饭和汁 芝士是紧烤的 这次在家做一个烤猪扒饭 诶 等等 为什么这个样子这么像合时 是的 我问权哥他又偷试让我学一下东西 九成尺之外 其实我自己都加了少少改良版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不熟不食 我是Arthur 今集我们重寻一个在香港都非常经典的食物 不论是茶餐厅 高级的中菜馆 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的 尤其是午餐很多人都争着吃 这个食物叫做烤猪扒饭 不是叫做宵夜烤猪扒饭 那如何是宵夜呢 假如大家吃过合时的话 就会知道他们的烤猪扒饭叫做宵夜烤猪扒饭 很多人训不到 我们今次就在家里试下模仿一次 那我们首先就有一些饭 今早煮好的 我儿子的饭我拿来把西洛冰柜 我叫工人再煮吧 今天把西洛冰柜包在冰箱里 先刮个孔 就让它封干一下 然后这里就是今早我准备好 醃好了的猪扒 那猪扒可以用最便宜的巴西猪扒 那今次用回头扒 一会儿就知道为什么了 然后有一些切了一块洋葱 两块不断腌切的蒜头 两只鸡蛋 鲜茄焗猪扒饭离不开一些新鲜的车尼茄 其实就不需要用的 只不过是冰箱有就没必要浪费 否则放了太久就会变坏 确实索性今次煮完它 这个时候我们先讲一下猪扒怎么做 今次的猪扒我就叫姐姐在超市 就打算叫她买些巴西猪扒回来的 即上面有一条筋那些 但是她就说那些买不到 然后就帮我去街市 就买了一些很漂亮的梅头扒回来 所以今次的成本就不多不少就高了一点 这里三片这些梅头扒都已经买了60元 但是当然大家可以因应自己的喜好 改变自己食材的质素 不过梅头也好 半肥瘦又不会有条筋 不过不好处就是出来的效果有机会会散 所以今次我们要小心处理 我们今次的调味料 就都是平时的基本腌料 好 放一点点盐 不要那么多盐 我们要一点点鸡粉 放一点点味道 大约是四分一个茶匙 正常腌食都会放生抽 今次就不用了 今次就放沙茶酱 不要问为什么 大概是三分一个汤匙 半个茶匙砂糖 生粉一个茶匙 面粉半个茶匙 白胡椒粉少许 放一点水 一拌的时候就小心一点 如果你太大力 就会把那些猪扒全部给你拉烂 因为梅头扒中间 都很容易被我们拉烂一些根位 小心一点 慢慢将调味料就上下去 轻轻用音力搅拌一下 所以今次的猪扒饭 不多不少 成本给姐姐拉高了一点点 不过不要紧 吃都是自己吃的 所以没什么所谓 现在这一步很紧要 一只鸡蛋 收拌它 将猪扒的表面我们封了它 小心一点 拉的时候都不要太大力 阴力处理 不要再拉开 不要拉断它们 还有这些猪扒 我不选择去再拍开它 你拍开它 它那个肉就会越来越扁 吃下去就没有口感 更何况今次用的梅头扒 不要加那么多东西 吃梅头应该有的口感 大家知道猪扒怎样醃制之后 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煮饭 这个食物其实就分了三步曲 首先是做饭底 猪扒和茄醬 最花时间就是茄醬 然后饭也是炒的 猪扒也是拿去煎 不是拿去炸的 所以第一件事 我们先做个酱出来 不过有一个步骤 可以预先去准备定的 就是猪扒 因为我们今次用到梅头扒的关系 我想看出来的样子是漂亮一点 所以今次是会拿去炸的 眼前就有一些面包糠 然后我们的猪扒 猪扒上面都已经有蛋浆 所以就不用再上蛋浆 我们轻轻把猪扒拿出来 然后就把手拿起一堆的面包糠 把猪扒搭下去 把手上的粉撒上去 然后用干净的手 然后把粉就印在猪扒上面 尽量让猪扒表面是沾上了面包糠 炸出来的样子就会漂亮一点 当然大家可以选择拿去煎或者烤的 那怎样做这个版本呢 是因为其实小到消息都不是小到的 其实合时都已经被人收购了 所以七月底就会在西湾河结业 不是结业 是被人买起了 就是去中环做会所模式的餐馆 那假如大家真的订不到位置 吃不到 自己在家里试一下 全部都是这样做 好了 下一步就做汁出来 找个煲 给油中火加热 油热的时候就把洋葱加烧下去 用个中小火慢慢炒 我们要炒到它们变成半透明的时候 才要再处理 主要就是要令到洋葱的甜味釋放出来 那这次这个食泡本身就很便宜的 只不过就是工人齐才买一些比较漂亮的 肉档的猪扒回来 搞到整件事的成本高了很多 不过新鲜的煤头扒也有点不同的 所以都没有收获的 炒到它半透明的时候 然后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蒜头和洋葱在一起 好了 下一步茄膏 这一步就给它个色 味道是来自茄醬 我们下大概是一至两个汤匙的茄醬 炒一炒茄膏里面假如有的青味 都是保持中小火做就可以了 然后下一步就给牛油 这个是香味和滑度的细致度的来源 好了 给完牛油和面粉大概是三个茶匙 牛油和面粉一起推开它 整份东西就会愁身了 你转头再给汤的时候或者给汁的时候 它就会再变成好像汤那样的形态 之后就由它慢慢收 好了 茄茄仔罐装碎茄 全部倒进去 碎茄今次用到两罐 假如汁有剩的话 你可以拿去拌一下其他食物 譬如是意粉或者煮多点焗猪扒饭都可以的 鸡汤 大约是半碗左右 先开大火 一点点糖 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很喜欢的就是喫汁 喫汁我就给它多一点 我喜欢那些西餐那种喫汁底的味道 假如没有喫汁都不要紧 可以沿用或者用生抽代替 我们先拌匀一下 嗯 煮一些滚的时候 我们轻轻试一试味 可以 想咸一点可以给点盐 好 然后这一步呢 给些少许老抽 月桂叶一片 给些少许香料的味道 然后就由它放到一边 用个小火 调下去先收一下汁 猪扒炸完之后可以摊 所以我们不用到最后才做 我们先将猪扒炸好它 然后炒完饭底 所以就一气呵成 三者合而为一 这样就可以捏焗的了 我们今次想省些油炸 所以油的份量不用太多 看到筷子 木筷子上面有泡沫起 那就可以开始炸的了 因为多油的话 可以一次过炸完 不过就 都不是很建议 在锅边 放一块猪扒 确保猪扒是有油浸得过的 我们慢慢炸 炸到表面金金黄黄 面包糠会帮你显示熟度 炸它快熟一点 平均一点 煎它都可以 我出去翻一翻 炸完这一面 挺帥的 对不对 嗯 旁边的汁 我们久不久 找个spatula 或者找个汤壳搅拌 确保它不会出现黏的情况 就可以了 就是慢慢收 这个食物其实就没什么难度 主要就是你的程序要够清晰 你的步骤清晰 其实不复杂 一点都不复杂 很简单 好了 我们炸好之后 就可以将猪扒拿出来 是的 瓶一瓶多余的油 哇 真的炸得很漂亮 太过分了 炸得非常之漂亮 金金黄黄香香脆脆 我们隔起去 先隔一下油 这些油可以用油壶隔起来 之后可以再用 好了 我们轻轻洗一下锅 洗锅就不用加洗洁精 就这样用水用刷 冲走表面的东西就可以了 这个是基本我们平时养锅的小技巧 不然我们经常用洗洁精 它那个锅的面 会洗走油的 很难养 我们先烧干锅 我们想做炒饭底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将两只蛋 捏碎它 捏碎蛋白 捏碎它 将蛋和饭先插在一起 这个方法是偷步的 可以令到我们的饭底 能够容易和平均沾上蛋液 那我们拌一下拌一下 这些饭就很听话 这样给我们是 叫做是分开做一粒粒的 看不看 看 怎样拌它 都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拌饭的程序就是这样 我们烧到锅出烟的时候 收回到中小火 放些油下去 这些锅真心会黏的 太少就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 就不是我煮得不好 是油不够 那我们先把它搅拌它 这些油够热 就会像水那样流质的 我们先按一按它 仰开它 因为始终不是隔夜饭 它真的没那么干 看一看它 有油呢 那些饭很听话的 看 不黏的 那我们就看一看它 搞大一点的火 我们要听声做 这个 因为每个家的路头 火力都不同 听声做 听到它哀哀哀哀哀的声 就证明它下面会干 因为它的炉的眼睛不够大 经常说多大火呢 多小火呢 没什么用的 真的坦白说 只有一个说字 所以大家要平均受热 就在炉眼上移动一下 好了 然后就可以兜一兜 散开它 散开它 那些饭很听话 可以给一点味 少一点味就可以了 给一点点盐 那我们为什么不再给豉油那些呢 因为我们这次的汁已经够了味了 我们的饭底的味 不需要再靠醬油 或者其他调味料去帮 粒粒分明 不黏底 嗯 烤猪扒饭 我们摆盘 或者出来的样子 很多不同的版本 有些是一块过 我喜欢容易不容易夹 所以我的猪扒 我会喜欢先把它切开做一条条 好香脆 听到吗 很香脆的 可以看看中间的位置 是刚刚粉嫩的 刚刚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就是不要糟蹋了这麽漂亮的回头扒 有剩的那些 我相信我老婆会叫我 搭起 麻烦老公带饭 这些饭很明显 粒粒分明的 出烟的 对不对 很漂亮 我们先把饭 先过去那个煲 那这次我们拿去烤 所以我们这个容器 首先是可以烤的 而且不要太过浅 因为太过浅 出来的效果就 不是很漂亮的 好了 然后把烤好的猪扒放上去 嗯 正 我们用面拌去烤的 颜色 到最后 和质地出来的效果 是这样的 比较稠 正常的 好了 然后呢 就把那些汁 整块 就淋在饭面上 多一点都不要紧要 要去吸汁 非边压实 今次茶餐厅的 这些面上那些 这些边的咖喱 不是那些番茄醬呢 我就不理它了 好 最紧要的那部芝士碎 第一个一定是抹茶餅 第二个就是这个绿椒 粗条的会效果好些 灑进去猪扒饭 灑进去 海量的 那就可以捏烤了 这个饭很漂亮 粘了 首先 由于要芝士够热 才出现到 拉斯的镜头效果 所以今次 就不再特别 拍一些close up shot 直接上桌 这次错有错着 姐姐买回来 那些梅头扒 这样炸出来 真是多汁 嫩滑好吃 这个汁 做出来的味道 亦都非常相似 而且是真的很好吃 吃的时候 记得加多一只 流心的荷包蛋 撩散它 混在一起吃 那就非常好 想简单一点 可以煎猪扒 可以不炒饭 喜欢的网友 记得要cls赞好分享 订阅追踪Instagram 或者Facebook 多谢收看今集 简单淡详尽的食谱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